今天怎麼來觀察呢 台北股市正式進入到了六月份 六月份的因素相當多 第一個各大股東會都要登場了 那大家的數字就要談開了 未來的營收老闆也要出來告訴大家了 接下來這怎麼來衝擊到六月份的台北股市呢 美中貿易傘的因素還沒有解決 但是台北股市現在回到自己當中呢 也是有自己的关卡要过 行情怎么来看 赶快节目上先请到专家 请教师投顾分师 陈子柔 子柔老师早安 主持人好 各位投资朋友们大家好 是 老师我们这个 进入到了六月份了 这个礼拜开始 六月的台北股市 那当然中美贸易战 它还在 这个因素在周末 这个中国大陆又发了白皮书 感觉还是没完没料 那我们台北股市呢 台北股市六月份 也是有蛮多的这个关键变化了 各大股东会都要登场 也就是说 我的财报数字 我未来的发展 这今年的下半年的行情 怎么看 通通都要摊在阳光下了 这对六月的台北股市 会是个利空还是利空 其实我在想说呢 近期来的台北股市 虽然在国际上面 真的有非常多的利空的讯息 但是台股呢 它会走出自己的路 因为在之前 美国股市大涨的时候 大家还记忆犹新吧 就是台股呢 也没涨到 还非常的弱 还倒退路 还在跌 但是呢 在这两天 美国股市中错的时候 反而 台北股市 撑住 而且呢 在上个礼拜四跟五的时候呢 全面性的大涨 我记得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在节目上面告诉大家 如果说 你这个时候要积极回补 然后也不晓得要买什么股票的话 那就两档个股 其中一档叫做台积电 另外一档个股叫做大力光 结果呢 讲完之后 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台积电就上涨了 大力光涨了五个百分点上来 还有呢 美中贸易战之下的受贿股 各位在这里 美国有一份报告 他这个指出来说 在全世界都是出现贸易战的情况之下 反而台湾这一块来说是福地 反而这里的股价反而会上扬 而且会受贿 所以像2454的联发科 我记得在上个礼拜四跟五的时候 就跟大家提到 那个时候280块钱这附近 结果到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已经售在311块钱了 所以也已经涨了30块钱上来 那我也跟大家提到说 有一些好股票 其实下来两成左右 大家都会抢着要买进 所以像联发科的话 一回档的情况之下 只要盘是稍微稳一点的话 那其实他就往上带头冲了 所以投资人在这个时候 不要看着国际性的利空利多消息 去操作股市 也不要看着新闻媒体上面的 利多或利空操作股市 你现在就是必须完全 依照筹码上面的归宿 就是盘面上面给我们什么 然后给我们答案我们就去做 所以今天美国股市早盘 我们看到不论是稻穷 或者是美国科技股费半指数来说 都中错了一个百分点 其实在上个礼拜四的时候 也是中错将近一个百分点 但是是逆势收红 所以现在关股券商持续的买进 然后又有护盘的影子在里面 那还有将近有一千多亿的资金 要救市 要入市 所以这个时候反而是滴滴进场 寻找好股票的时机 好 波及去我们还是要来看一下 在国际股市的表现 先老师带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美股 美股的确在京城是中错的 这一波跌得还蛮重的 三百多跌 好的 那我们看到 到穷工业指数来说的话 在这一波来说是呈现破底 就是在加速赶底 那因为为什么 最近起来美国股市很弱 当然除了在美中贸易战之下 它的基期比较高的情况之下 另外就是美墨这个关税战 也要再起了 所以美墨关税战 其实对我们的影响力来说 也并不是冲击的太大 那等于是美国自己的问题 对 所以它的股市会受到影响 所以是它自己本身受到影响 那台湾有一些台商回流 供应链等等 这些利多的讯息 那最近呢 消出来的好消息 台商回流的资金 将近有两千八百亿左右 那未来调升到五千亿的资金 那反而对于台湾的就业机会 工作机会 以及低薪的问题来说 渴望是获得了解决 暂时获得解决 所以这一块来说 台湾不见得完全就是受害的 那我们再来看美国科技股 好 美国科技股这一块来说的话 也是 现在呢都是在低档的位置 在做一个顿化 那当然就是 现在市场有一方面也预期说 这个美股跌得这么凶 那这个联准会来说 是不是一定要降息呢 又要跳出来了吗 又要开始传出这个要降息的影子了 那现在市场上面呢 就是在市的交易员认为说 今年度可能会降息两次 所以大家都是在期待 就是这个行情会更好 那就算拉回来的话 其实呢都是刺激去抢进一些未来的主流股 那我们再来看呢 这个废半指数 废半指数这一块呢 反而是比较平稳的 那废半指数在昨天 虽然美国股市呢 是呈现重挫 但是美国这个台积电ADR 以及友达ADR 日月光ADR 都是呈现涨的 友达ADR 涨的三个百分点上来 所以呢对于台湾的一些个股来说 不见得就是往下都通通往下重挫 所以在这里操作难度一定是偏高 那你会操作的话 会选股的话 依然是持续的 能够赚下去就对了 好那我们再来看呢 这个这个我们加权指数 好 加权指数台股的部分 各位请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连三红 好各位你看这是多漂亮 连三红 那当然呢 在我们把K线放大一点 那连三红这一块来说的话 各位请看一下 这里呢有一个长的下影线 那这个地方呢各位 昨天就是上个礼拜五的外资呢 好终于 终于连十几买之后 终于转卖为买了 对原本是十几日的这个卖方 但是呢在于呢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微幅的呈现小幅度的买超 所以外资的这个卖方的压力来说呢 已经稍微减缓 就是减缓了一下 所以呢台股呢最坏的情况 最恐慌的时候也已经是过了 所以呢只要呢拉回来 我们就是站在买方 然后去选择有一些好的个股 是好所以就是在台北股市当中 的确我们来关心一下 因为马上四五分期货就要开盘了 就像老师讲的的确 在这一波当中 台股似乎走出自己的路 礼拜四礼拜五连续两天 都是这个上涨的一个情况 那不过在今天呢 在今天的期货开盘 先带大家来掌握一下 目前45分 期货今天开小低 下跌28点 10428点 在期货部分 今天开小低啦 那这个行情 老师怎么来做观察 今天开小低盘真的是跟我们预测的差不了多少 没有像美股那个三百多点的震盪 直接开一百多点的这个往下跌没有 所以呢它算是一个比较平稳的低盘开出 因为呢上个礼拜四跟五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已经先涨了 有支撑在那里了 所以大家呢 在今天期货上面 就不会说过度的偏空 那就算是回来的话呢 还是在多方的回挡的合理范围之内 所以今天有机会还是一个开低盘 然后有机会白尾上来 好所以今天在期货开盘部分有撑住 不过今天在盘面上 还有哪些重要消息 赶快先带大家来掌握 我第一个就是在这个周末 这个周末的部分 中国大陆发布了一份白皮书 这白皮书的关键在在干嘛呢 似乎是在指控美国 中国大陆想要解决 但是是美国出尔反尔哦 那现在这份白皮书发出来之后 对美中贸易战的 接下来的影响会是什么呢老师 好的美中贸易战来说呢 歹系托捧 当然这个中美双方来说 都互相指控说是对方呢 诚信不够 对就是你不解决是我要解决 对对对都是 美国是怪中国 中国也怪美国 那当然我们是在外围的人士来说 只知道他们两个 就是吵得不可开交 可是呢对于股市的影响来说 刚才已经提到过 美国的研究报告上面指出 在美中贸易战之下 或者是在关税战之下 其实台湾的受贿程度是相当大的 所以大家不要过度的悲观 我们就来看呢 他们的一个立场 以及呢 这沿路以来的演化 我们从去年 2018年2月的时候 那美国表态希望跟中国进行经贸的磋商 那这个风向球一出来之后呢 后面就如火如荼的演成了美中贸易战 两个大象开始打架了 好2018年的时候呢 这个抛出301的调查报告 称中国呢 这个盗窃智慧财产跟强制技术的转让 是最关键是在今年 其实今年最关键变化是出现在5月的时候 对5月的时候 所以一加上去之后就开始 中美贸易战就变得非常的剧烈了 对2019年5月6号 就是在上个月月初的时候 那美国呢 单方面就宣布呢 5月10号将2000亿美元的 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 由10%提升到25% 然后到5月13号的时候呢 更是宣布启动对3000亿的 这个中国输美的这个商品呢 科增这个要关税的这个程序启动了 所以从这里就知道说呢 就算是在6月底G20会议 川习会真的见面的情况之下 那我想我们就是抱持一个心态 可能不会有什么样的好消息 那有好消息的话呢 那刚好就是让股市大涨 那就算没有好消息 那大概也就是维持现在的平稳嘛 就是说就是类似这样子的 因为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的 所以呢在上证指数 我们稍微看一下上证指数 好在入股的部分 对上证指数入股的部分来说的话呢 这个最低2440的位置 那沿路来到2800点 就是从这里修正到2800点这附近 那如果有靠近这块2800点这附近的话 有做入股的ETF的话 那投资人不妨这里可以做加码进场的一个动作 当然你进场还是要有风险上面的控制 散射停损停地点 好那这是在上证指数这一块 那在于这个双网的部分呢 就是台积电跟大力光这一块来说 这个6月5号这个地方呢 他这个营收就是说 他在5月份的营收来说呢 是看得相当不错的 那我们就来看呢 这张图卡就是近期以来 就是台积电跟大力光外资 他的一个买超状况 那我们就来看呢 在今年以来外资动态里面的买超张数里面 那台积电呢 外资买超了8000 8万1000多张 那大力光 这算是很多吧 对 台积电算是买了很多 就是今年以来 因为这个就是要这个指数嘛 因为这个外资呢 他主要是在于控指数 内资呢 主要是在选股上面 好 那我们看大力光的部分来说呢 也是买超了68张 其实也并不是太多 毕竟在这一波的大力光呢 是被外资积极的来做减码的动作 可是呢 现在我们就来看3008的大力光 他的K线图 6月5号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现在在6月5号的部分 他要公布了数字 股东会要登场了 那股东会登场之后 除了看营收 还要看他今年的营运 这是最重要的 对对对 但是呢 因为我们要看他股价的相对位置 如果是出来的是一个 大概是比较偏保守的讯息 的话 那如果他的股价呢 已经是在低档位置的话 所以有可能就是利空不跌了 所以呢 现在就是要 就是在一个 我们在进出点啦 就说你是好股票 你要选择什么时间点去进 这也是很重要 那如果是 有一些涨高的个股 你要选择什么时间点出 也是很重要 很多人呢 就会 就是追涨杀跌 就是说 他在涨的时候 你再拼命买 可是好股票在低档的时候 其实就是要布局了 那现在他是低期吗 所以我们看大力光 以大力光 以现在的这个位置来说的话呢 确实他的股价呢 现在已经是一个 合理的价值型投资了 所以我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呢 其实就已经领先的告诉大家 所以各位 在上个礼拜四 礼拜五 我们知道大力光 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涨了5% 5% 他是高价幅 就是这一根藏红棒 对 这一根藏红棒 所以你看这几天 你有进场的话 其实你马上就吃到一根藏红棒 只不过是 你在礼拜五的时候 你没有前面先去进的话 那你现在岂不是要追涨啊 所以呢 很多人为什么在碟市里面 不敢进场买 总是要等到 涨的时候才在追股票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这个就是跟 就是说你要赚钱的话 其实就会比较难 你追涨杀跌的话 所以呢 我们都会预先告诉大家 还没涨的时候 就先告诉你 那你看到筹码上面追踪呢 我们根据筹码上面的追踪 KD值 那这个地方呢 法人呢 卖超也稍微缩手了 所以呢 大力光而言 已经具有投资价值 再来看2330的台积电 也是一样的 也是具有投资价值 各位请看一下 台积电是不是 也在这个地方可以滴滴买 那当然很多人说 哎呀台积电真的是太老派了 那我们来一点心意好了 2449的金元电 这都算是半导体吗 半导体族群 跟台积电同一个族群的 所以台积电价位比较高 那你就买价位比较低的金元电 25块钱 这算是一般人可以接受的价位 对对对 好 那另外呢 我们再来看呢 就是说除了台积电 跟这个大力光之外呢 那上个礼拜跟大家讲的 IC设计股 对不对 真的是非常的美 2379的瑞玉 各位你看华为大拉霍 之前不是华为概念股跌的鼻青脸肿吗 那现在怎么又有利多的讯息出来了呢 所以这就是告诉大家 不要跟着消息面在买卖股票 所以这算是转单效应吗 确实也是 当然它也是一个未来的趋势啦 真无线蓝牙耳机 这个真无线蓝牙耳机 现在运动 你在运动的话 运动风嘛 那大家这个 就是运动的时候要戴耳机 听音乐啊 那听音乐的话 以前都是有线的不方便 那后来又改成后面 就是左右耳都会有连线 那现在是完全都没有线了 那大概也要三四千块吧 那个耳机 所以其实也不便宜哦 所以它的毛利率蛮高的 好 所以从它的营收上面呢 就来看一下是不是呈现步步高升 是啊 因为每个人都需要耳机听音乐啊 好 那我们就来看2379 锐域它的股价的表现 沿路以来我们也跟大家讲 这个好股票遇到了系统性风险的时候 只要产业前景不错 然后呢 它的这个获利状况来说 没有受到太严重的打击 单一客户的成分也比较低 就是它的客户来说是呈现 比较多样化的话 产品多样化的情况之下 前面大涨一波大概也已经有八九成的涨幅 最高来到238块钱这附近下来 各位你看下来这里的幅度非常非常的 怎么讲就是很不甘愿的下来就对了 因为这个地方来说呢 大概是两成左右 可是一旦两成下来之后呢 其实只要稍微直稳一点呢 那有很多人就是在抢买了 所以好股票好不容易有遇到这样子一个利空的时候呢 大家就是要懂得进场把握 比如说你是持股比例比较少的 或者是空手的投赠 我们再来看2345的智邦 也是一样的道理 各位也是一样的道理 实际上股票有点特色 就是它都是在第一档开始反弹了 对 它的现行是长得很类似的 对 就从上个礼拜的四五开始 对 开始发动 然后到现在开始都拉出了 算是一根长红棒出来了 有的已经长红 一根两根 那像智邦的话四根 之前已经讲过 就是四根 另外呢 在IC设计股里面呢 像这个 除了联发科之外 那我们看散热里面 3653的建策 散热跟IC设计的关系是 就是说一个是上游 一个中游 这个部分 就是它有一个产业上面的关联系 就是产业链我们都帮大家抓出来 对 那这个地方也看到 是不是法人在做一个回补 还有3105的吻茂 吻茂它也是华为的相关概念股 之前呢 也是被利空袭击 那吻茂的部分 这个地方也已经是连三红了 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知道 过去曾经大涨过一波的股票 你没跟上的 如果说你在1月2月3月 第一季的时候买到的股票 从来没涨过的 那种股票来说 你可以积极的换股 换到说呢 在第一季的时候 曾经大涨过一波 但是呢 受到系统性风险 被压抑的情况之下拉回 那这个时候呢 刚好就是天四良机 你就可以寻找好的进场点 四季来做布局 但是明天还有一个最大的重点 就是在这个苹果的开发者大会要登场 就在明天凌晨 那今天我们要先带大家来看一下 这一次的苹果开发者大会 似乎在硬体上来说 在新机上 它可能不是像这像过去那样子 是受在这个硬体的影响 它发表可能比较多是软体的效应 那这一波来说 老师有没有帮我们提前来看 平开股有没有机会 好的 这个苹果来说呢 因为它在这个卖机 已经可能是卖新机卖不动了 那所以呢 而且它的折叠机它也要明年了 它今年搭 对 然后它的5G也是要到2020年以后的事情了 所以它的一个发展时程来说 确实是有一点比较慢一点 真的是华为真的在5G的这一块来说是领先的 所以现在这个苹果的部分 积极的在它的软体的部分来做抢势的动作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苹果 它所发表出来的新的部分来说的话 哪些是具有重点 好 这个地方就是苹果智慧表 Apple Watch这一块 那这一块来说呢 它会注重在这个软体上面 那既然是软体的话 那台湾的厂商来说 其实呢 受惠程度就并不是太大 但是呢 至少还是会有一点点拉货的效果在里面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张图卡 就是关于现在的瓶盖骨 到底有没有机会呢 因为现在很多人手上可能有瓶盖骨在手上 那我们就来看触控的TPK3673 我先打个勾 就是说这个地方比较在筹码上面稍微稳定一点 还有呢 零组件3376的人组件 那过去我们曾经提到过的4958的真顶 那现在都是呈现小涨 这都是PCB嘛 对 PCB之前很厚 这个是软板的部分 然后呢 封装的部分呢 刚才除了晶圆店之外 还有一个37 这个11的日月光头控 那再来呢 是组装里面的2382的广达 是组装不是我们过去传统说的这个鸿海跟合硕 以目前来看的话 除了鸿海跟合硕之外 那广达在这个电子五哥里面 就是有台商回流的这个利多的讯息之下 我就把它 对 我就把它放在里面 好 那我们就来看了几档个股 比如说3673的TPK 好 那这档个股呢 其实这些都是落底之后上来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其实台北股市里面有很多这种股票来说都算不错 而且它已经悄悄都在发动了 对4958的增顶 就是指数呢可能还没有完全稳 但是个股来说已经先上来 所以真理的话 你看上礼拜五也是一个 对上个礼拜五呢就是开始上来了 所以像这种的话呢 其实都是法人或者是近期来 这个劳退基金啊 或者是关股券商 他们的口袋名单 有机会会做吃货的动作 所以投资人在这里的话 当然是可以多做一些留意 那3376的新日新 我们看一下轴层的部分 那在这里也是一样 也是连续两根红黑棒了 因为最近台股都是呈现反弹 带量反弹 就算是没有量的情况之下 其实还是有机会就是量缩反弹 因为现在的股市跟过去 几乎它的这个传统的经验是比较不一样的 所以呢其实大家不需要过度的理会说量能的部分 因为量少 所以是从筹码跟这个题材一起抓 但是我们要快速看一下这个 在筹码部分 尤其是在整体的大盘 因为毕竟在上个礼拜 外资不卖了 从筹码部分老师带我们来关心一下 好 那我们看到三大法人的部分 那三大法人的部分来说的话 是买超32.2亿 所以呢在外资的卖超减轻 由卖转为买超的情况之下呢 其实这个时候投资人不需要过度的担心 事先寻找好股票 早买点切入就可以了 所以就是在今天的部分 不带大家来关心 从6月份之后的台北股市要怎么做观察 尤其外资的部分已经开始转卖了 后续值得来留意 女人同志间锁定我们的节目 感谢收看 我们再来